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到目前的山东南南在最新一场比赛当中的遇到了同期的挑战 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山东南南面对自己其实实力比不上自己的对手呢 他们也并没有给对手更多的机会 所以最终的凭借着高诗炎和陶汉林的那些主力的带领之下了 山东队也是拿下了这场胜利并且那取得了目前赛季的两年胜 对山东队来说目前的这场胜利确实是值得高兴因为我们也看到了 陶汉林和高诗炎的表现相当不错 丁燕宇航虽然说表现一般般但总体来说目前山东队的整体状态不错 也确实拿到不少的分数 所以在赛后我们也看到 主帅徐长所似乎也对目前的成绩比较满意 他也是在采访当中提到说 目前山东队正在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恰恰就是徐长所这番话在赛后确实引起了很多球迷的痛批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虽然说目前山东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实际上呢只是短暂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因为徐长所一系列不太明智 或者说比较糟糕的战术安排呢 让很多主力是疲于奔病 甚至像焦海龙这样的主力的都因为过度疲劳 和对手 发生一些摩擦之后呢 那么导致重伤 目前呢需要休息8周 可以说在徐长所的一系列的安排之下呢 很多主力是过度付出也因此带来很多疲劳导致身体出现伤病 因此可以说 徐长所虽然说目前代价球队取得两年胜 但实际上呢 也是以过度 啊去 复合这些球员的主力球员的一些体能了作为代价了 也就是说陶汉林 包括丁燕雨昂的他们过度付出了一些体力 长时间去在场上奔跑 才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虽然说在短时间面对实力不强大的球队能够奏效 但是长时间内的话其实呢面对实力更加强大的良军队或者广东队呢山东队就要吃亏了 而且呢这些主力球员长时间奔波的话很容易也会再次造成伤病的困扬 或者说旧伤复发 如此一来到时候对于 徐长所而言呢就是得不偿失 想象一下如果说接下来 丁燕雨昂或者说高师岩或者陶汉林因为伤病退出常规赛的话那么 真的是很难想象对整个球队的实力会造成多大的打击 因此呢也难怪球迷会如此担忧啊 确确实实呢 徐长所现在这一招也真的是因夜费死的 短时间内能够取得好成绩 但是从长远来看 对球队而言呢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虽然也难怪有很多球迷喊话龚小兵 大家都非常的怀念龚指导在上个赛季的带领球队 取得了一个好成绩 确实龚小兵的一些战术安排啊 包括他的用人策略呢都比起徐长所要好得多 所以呢其实如果说接下来龚小兵能够回归其实对山东队而言呢 反倒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因此呢接下来就看这一边徐长所能不能够带着球队取得好的成绩能不能够调整过来 如果说徐长所在接下来还是如此糟糕的战术安排的话 可能真的是面临避免不了被球迷集体要求下课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